可是你一定要說它是成熟豆 你知道它是成熟豆才可以煮久一點 可以攪拌久一點 如果不是的話絕對不可以這樣子煮 越攪拌會越酸越澀 對 那像可以知道 基本上我自己喝啦 我都有手中 然後我瘋得很鹹 我喜歡喝它的蒜 蒜甜跟香 其實我覺得像你剛剛這一泡 真的有點可惜你可以再煮久了 可以把它的油脂給煮出來 因為你剛剛的油脂都只有浮在上面 它沒有溶水 你沒有煮到久一點讓它溶水 煮久一點它才會 所以它喝起來那個口感 放在嘴巴舌頭就有感覺 對阿 你下次可以去擔任試喝達人 有的人嘴巴喝起來 它的感覺會跟人家不一樣 真的 就跟我在做甜點一樣 我都問他說 你們覺得我做的甜點 感覺有什麼不一樣 他們只會講說嗯好吃 可是他們沒有辦法說出那個點 到底是在哪邊 因為有油脂的話 像那個 它一定會比較順 嗯 它的那個油脂 比較順齁 那油脂 如果像用紅西的話 一定要熟一點 熟一點 熟一點的話就像你講 它豆子一定要夠熟 對 它才有辦法這樣煮 像台灣咖啡豆 所以我決定它是 因為我跟咖啡有直接進 他說它都是在紅色 然後再下來 所以我確定它的頭數 是完全成熟的話 嘿 我就覺得你下次你真的很能 就是剛你飛生 我有點可惜 幫他拿 幫他拿 媽媽媽媽媽媽 阿嬤 阿嬤妳還在 阿嬤妳沒喝氣 咖啡一個 我每次會 阿嬤妳拿湯啦 阿嬤,你快走,你快走,不要走 阿嬤,你快走,你快走 阿嬤,不要這樣子嗎 阿嬤,先爸爸 怎麼看到阿嬤變這樣子了 爸爸,爸爸 怎麼這麼黏阿嬤呢 今天,美台勞動機關報 勞動機關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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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咖啡都有人提示 為什麼咖啡都只能攪拌兩三下 不能攪拌很久 可以攪拌到看豆子 看豆子 一定要成熟豆,才可以這樣子攪拌 阿嬤,阿嬤,阿嬤 阿嬤,阿嬤,阿嬤,阿嬤 阿嬤,阿嬤,阿嬤 阿嬤,阿嬤,阿嬤,阿嬤 阿嬤,阿嬤,阿嬤,阿嬤